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欢迎收看本期精彩节目 在节目开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 谢谢大家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话题 与土星有关 人类对于土星的认识 最早在苏美文明时 就已经有记载了 后来到了1997年 美国的NASA 欧洲的ESA和意大利的航空航天署 共同发射了一颗土星探测器 卡西尼汇更斯号 卡西尼号和惠更斯号 经过7年时间的飞行 卡西尼汇更斯号终于飞到了土星 抵达之后 卡西尼号和惠更斯号就一分为二 卡西尼号就成了土星的一颗卫星 而惠更星号就飞向了土星的一颗 叫泰坦的卫星 通过卡西尼号这13年来 发挥的大量照片和数据进行分析 科学家们发现 土星其实是一个气体星球 由于其表面的温度非常低 大概在零下100多度 所以土星的外壳就形成了一个 由气体结冰的冰壳 再往里 由于温度越来越高 所以里面就变成了液体和气体 到达中心地带 差不多得有一万多度 科学家们还发现 土星的北极和南极也很有意思 土星的北极呈现六边形的形状 而且每一个边长都要比地球的直径还要大 南极就更有意思了 南极的形状看上去像一个螺窝状的洞 这个漩窝状的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因就在于在南极这个地方 常年刮台风 不过土星上的台风和之前发现的木星上的台风还不太一样 木星上台风中间没有台风眼 而土星上的这个有台风眼 也就是说 除了地球上的台风有台风眼是比较常见的之外 外星球上只有土星上才有这种情况 下面咱们具体来说说 刚才咱们提到的土星的星环 具体这个星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通过探测 科学家们发现环绕土星的这一圈星环有99.9%是水形成的冰 最小的有几微米 最大的有数十米 也就是说 这个星环其实是无数碎冰渣组成的 至于这个冰渣从何而来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科学家们推测有三种可能 一是本来就存在 二是有彗星撞击造成的碎片 三是有土星的卫星在绕行的过程中被潮汐力撕碎了 根据观测 目前发现土星一共有62颗卫星 其中最有名的三个分别是 泰坦 瑞亚和 恩赛勒达斯 泰坦在古希腊神话里是远古巨神这一族的统称 瑞亚就是泰坦中一个巨神的名字 而恩赛勒达斯希腊神话故事中一个叫做奎干泰斯巨人族的一个巨神的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恩赛勒达斯卫星上发现有地壳运动 也就是说明有地心热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有地下水和有机物 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星球是很有可能能够发展出生命的 介绍了这么多人类至今对于土星的了解之后 咱们切入正题说点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太阳神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中都记载有太阳神的传说 比如古埃及的太阳神 古希腊的克里俄斯 古罗马的阿波罗 日本的天照大神 佛教的大日如来 道教的太阳新君 以及中国神话中的西河 后来有人专门研究过 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古文明中提到的太阳神 其实可能并不是太阳 而是土星 比如把古希腊文献记载中 把土星叫做赫利俄斯 这个就跟后来太阳神的名字是一样的 再比如在古埃及神话里就把土星称作天上的公牛赫鲁斯 而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赫鲁斯是太阳神的化身 除此之外 苏美文明中也有记载 从其雕刻的画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太阳的东西 有一个六角形的东西 很像是太阳的光芒 但是仔细一看 很像是土星 北极上的六边形 所以画上的这个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太阳 而是土星 根据这些有人就推测 古文明最开始崇拜的很可能并不是太阳 而是土星 但是以当时的科技水平 他们怎么会崇拜一个自己根本看不到的行星呢 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土星是发光的 由于土星大部分是氢气的气体星球 如果早先它的铁积比现在大 那么在重力的作用下就会发生坍缩 氢气被不断压缩就会发生核聚变 就会和太阳一样发光发热 有就是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土星很可能是发光发热的星球 所以原古的人类才会看到并崇拜土星 提到土星 不得不提一下摩羯座 因为摩羯座的守护星座就是土星 相信熟悉星座的人都知道 摩羯座的形象是一个羊头鱼尾的造型 从摩羯座的形象上看 它和阿努纳奇以及中国原古中的神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牛角鱼身 那么很有可能 它们真的就是来自于土星 但是它们未必就是土星人 埃及神话中提到的赫鲁斯 其实是猎户座和天狼星 结合生下的赫鲁斯 也就是说 阿努纳奇和中国原古神话中的神 其实是星际结合的产物 也就是说 猎户座和天狼星的混血 然后就去了土星生活 后来又到了地球 但是当时地球上的生命 还没有智慧 于是它们就把其基因中拥有智慧的一部分 移植到了当时灵长类的身上 通过进化 才形成了现在的人类 这一点从圣经中记载的 蛇引诱夏娃吃了果子的事情上 也能看出一点端倪 其实如果把圣经中的蛇 理解为阿努纳奇 那么当时地球上的动物 很可能是从另一伙外星人创造的 没有智慧的生物 后来阿努纳奇发现了地球这个地方 觉得资源丰富 于是就来到地球 并改造了一部分灵长类的基因 为它们干活 后来创造动物们的那部分外星人很不高兴 于是跟阿努纳奇打起来了 阿努纳奇这个外星人很可能就是 泰坦巨神 而当初在地球上创造了生物的这伙人 就是奥林匹斯神 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记载 泰坦巨神最终战败了 而战胜了的奥林匹斯神 就是继续统治地球 由于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奥林匹斯神给的 而是被泰坦巨神改造的 所以奥林匹斯神就开始感化人类 甚至通过大洪水 想要彻底毁灭这些被泰坦巨神改造了基因的人类 也就是正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类对土星的崇拜转向了对太阳神的崇拜 其实这个转变从我们日常在熟悉不过的星期的变化中也能看到 最早在苏美文明开始的时候 周六是一周的开始 周六代表的就是土星 后来犹太人把周六改成安息日 把周日作为一周的开始 所谓的周日代表的正是太阳 但是到了现在 一周的开始变成了周一 而周一其实代表的是月球 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人类开始把对太阳的崇拜变成了对月亮的崇拜了 而月亮之后会是谁呢 周二代表的是火星 人类现在已经把研究的重点从月球转向了火星 这让人不免感叹 到底是谁 未卜先知 将星期如此排列的呢 最近关于土星的神秘事件多次被媒体曝光 先是NASA听到土星环内的恐怖叫声 接着是NASA多次拍到土星环内 巨大的柱状神秘物体 被学者指称为外星超级母舰 今天要和大家讲一讲的主要是土星环内的神秘物体 外星人超级母舰 2017年9月就在卡西尼号坠向土星大气之前 这颗刻性直手的土星探测器 又一次拍到土星边缘部分的那个神秘的巨大天体 这一次在卡西尼号的镜头里 它就像是一个明亮的巨大肿块 并会逆土星环旋转方向进行移动 速度远比土星环的旋转速度快许多 这一发现又一次激起科学家们探索的强烈欲望 一直以来自发现这个神秘物体的存在 科学家们都在试图探寻着什么 它来自哪里将去向哪个方向等多个问题的答案 然而直到现在 他们都还没有真正的得到一个问题的明确答案 尤其是这一次再度被拍到 科学家们实在是有些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了 伯克伦博士是最按捺不住的一位学者 他把多年来旅行者1号和2号 卡西尼号所拍摄到的有关土星环的照片 全部搜集在一起 在高分辨率仪器的帮助下 伯格伦发现在土星环外围部 总共出现过三个异常巨大的神秘物体 他又找来哈勃红外光拍摄的照片对比 也照样显示出在土星环靠外的地方 存在一个明亮的巨大柱状不明物体 经过细致分析 他发现前三个神秘物体形状 虽然有所变化 但很可能是由于拍摄角度的不同造成的 其实应该仍是同一个物体 博士又对不明物体的体积比例进行了计算 按实际尺寸 竟然比月球的一半还要大 由于这个神秘物体会逆向运动 速度也比土星环 旋转速度快 伯格伦博士大胆猜测 这应该是万星人的巨大母船 但是外星人母船为什么会呆在土星的光环里 目前还不知道根由 由于许多科学家都倾向于土位6上可能存在外星生命 因此 伯格伦博士坚称 土星环的神秘物体就是外星人的母船 或者说不定土星就是外星人制造的 但事实真相还究竟如何 我们还有待于科学家们进一步去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了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们的观点 和小编一起参与讨论吧